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想讲一下我家的枣树 那么我家的枣树也是我们家栽培的第一棵果树 那么每年都接了很多很多的大红枣 今天请大家来观看一下这个枣树的从开花到结果的全部过程 我们家的这棵枣树已经长得很粗壮了 因为它在我们家里已经生长了十几年了 这个枣树最早是我在这个Nursery买的一棵枣树 然后回来以后第二年就开始结果了 枣树呢,就是说它在所有的树当中好像它长叶长得特别的晚 就像我们家里那些所有的树都开始开花结果了 这个枣树还没有结果,还没有开始出一二 好像它要等着天气特别暖和了以后它才出一二 出了一二以后呢,它就可以就开始开花 好像它也是每个叶子上,每个叶片上都开个小花 你看最一开始的小花呢,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在这个小花这中间呢,就可以开始长一个小果子 然后呢,发展一会儿呢,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些小果子呢,今天是6月26号 枣树呢,现在长成一个豆粒这么大小了 这个枣树呢,现在长得像豆粒这么大 但是别的东西都结的都很大了 我们的黄瓜都吃了好几茬了 但是这个枣树呢,才这么小,像个豆粒 今天是8月23号,现在呢,枣树呢,都已经长得很大了 枣树已经挂满了枝头了,到处都是 这个枣呢,如果说你要有时间的话 最好就是把这些小的枣,把它剪掉 像这样的枣,这个小的枣 这一多的,你看都太多了 像这种呢,就是不太不好了的枣 你看这样的枣,你如果能把它摘掉,那就好了 就是说把它们都摘掉,这样的话就不会蒸营养 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好像需要很多的时间 我都没有耐心法去摘它们 所以它变了,长多少算多少 你看像这样的枣呢,这样的枣呢 看这个枣,就是不怎么样的枣,最好就把它摘掉 趁着现在就早早的摘掉,应该早点摘更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养营养,供给那些好的枣 实际上,去养那些好的枣呢,长多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东西需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我也不去弄去 所以它长,长多少算多少 然后呢,到时候就是挑一些大的吃就行了 你看,这密密麻麻的这么多,而且枣树又这么高 就很难,很难那个东西,很难把这些不好的枣把它摘一摘 要是有时间把它摘一摘,有耐心法摘一摘,那是最好不过的 总之呢,这个枣树呢,就是说 在生长过程当中,因为它长很多 所以说,每天都要浇水,要保证足够的水分 如果水分不充足的话,那它就长不好 所以说,实际上有很多都是不好的枣,需要把它剑掉 看,现在枣树好高,好大 满满当当的,摘着到处都是 这个枣树,有的朋友说,能不能从你家里 就是发出来的枣,枣树一棵过去 其实我家里发出很多,但是那些枣树,说实在的 好像都接不了枣,因为我邻居家里 好像可能就是从我家里的这个枣树上,掉的枣,长的一大片枣树 但是我注意观察了,那一片枣树都不结枣,都好几年了也不结枣 所以说,要想吃枣,最好还是买一棵正儿八经的枣树,然后摘下来 枣树好像应该是一般情况下,当年就能够吃到枣 今天是9月7号,树上的这个枣树都已经开始,可以摘着吃了 像这个枣这样已经开始发黄,特别像有出现这种,像班绣一样的这样的情况 就说明这个枣树已经变甜了,可以吃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摘下来吃的话,就会非常甜 这个枣呢,就是说 你可以呢,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每天都出来 收集一点想吃的摘下来吃 那吃不完的呢,你就可以放到树上继续的长 然后到最后呢,它们都会变得很红了 就像这样子 而且慢慢的可以变得变干粗巴了那样,变皱皱了 那时候呢,就是说摘下来以后呢,就可以用来晒那个大枣 然后呢,就是这些枣呢,就是说晒干以后呢 其实可以够一年吃的了,就是说 你看这个,摘下来尝尝 非常甜,都很甘甜的 里面也有红的 凡是这样子的都可以吃了 像这样子就不行 就是没有锈 对,没有锈 这样子还是生的,就不能吃 摘下来以后就不太好吃 就开始变锈了,变红了 最后就达到了像这种红 嗯,就是像这种红,上面就开始干了 嗯,哎哟,真甜,非常的甜 你看看,这个地方多洗的 到处都是,就是说这些枣,然后干了以后 吃完以后,剩下的晒干的枣 够吃一年的了,干枣 所以去年我们晒干的枣以后 然后去年一年我都没有上商店再去买 那个大红枣 如果大家要是有地方,院子里后院有地方 建议大家种一棵枣树 每年都接的低了八瓜的 除了可以给你提供这种新鲜的大枣吃 还可以呢,晒干,晒成干燥 哦,这一年都有 对,一年都会有 而且这个地方,它见太阳的地方 就晒得很红很红的,看到了吗 哦,这是熟了,它就红 它不是因为见太阳 哦,对啊,是在这里,你看 就见太阳就晒得更红一些 看这里 看这枣 你看,这样的枣现在摘下来吃是最好吃的 看这个枣树,而且它们都接的可多可多了上边 你看,这一个枣树上 就从上到下都压的,这个枣树都压弯了 过几天我都觉得这个枣树都会压断 压不断,这个枣树的木头最韧性很强 很强 上面也是很多 这个枣树呢,它比较适应于这样的一种气候 就是白天 中午比较热,但晚上呢,又相对的很酷 温差大一点的话,它就会很甜 就是温差小的地方,它的这个甜度就没有那么好 很多朋友说,好像你们家怎么种什么东西都长得好 其实我觉得可能跟我们这里的这个气候有关系 因为我们这儿守着这个海湾 那个被,守着那个被,那个被 对,那个被的呢,就是说直接冲那个海风就吹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白天热,但是一到夜里呢,就是说就比较冷 所以说温差非常大 好像所以说种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水果,都好像特别的甜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会感到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树 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个窑洞的,我们这个家的这个地方 就风比较好,比较大 它好像就是旧金山的那个金门大桥的那个 有一个大的空间的那个太平洋的这个风 它吹过来,直接就吹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84号角 对,所以直接吹到我们这个 这个方向,我量了一下 正好是这个方向 这些吃不完的大枣呢 你就放到树上,然后呢 它在树上就可以变红 然后变粗粗,变干燥 然后呢,你觉着都熟的差不多的时候 都熟透了,发紫了 然后你就用一个竹竿 然后呢,把它都敲下来 那它都掉地下,然后你就把它都装到盒子里边 底下那块布 那块布垫上,然后呢 就把它弄到盒子里边 就可以每天晒一晒 晒干以后就是大干燥 我打下来的这些大枣 就从Costco找很多的这种纸盒 然后呢,把这些大枣放到这个纸盒里边 然后呢,就是天天都搬到外边来晒 晚上呢,再把它收起来 你看,这些大枣都好像都已经 都晒得差不多了 这样晒干的大枣以后 晒好以后就可以 找个袋子装起来 都可以吃一整年 而且呢,就是我们都可以 经常分给周围的朋友 然后呢,他们都一块跟着吃 这些大枣呢,看起来 它呢,好像没有商店里买的那个大枣 看起来幽光正亮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枣呢 吃起来的时候呢,就特别特别的甜 然后呢,我们用来做稀饭的时候 里边就是用刀切开 然后呢,用来煮稀饭 整个稀饭里边都显得很甜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有更多的美国生活的节目 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大家